大家好,欢迎来到明星面面观 一月底,演员胡哥关轩结婚生女 一时之间引发全网关注 随后,胡哥的老婆也被网友扒了出来 其实是他的助理黄西宁 5月5日,胡哥工作室发文庆祝宝宝满百日 并首次曝光了女儿的小明 该消息一出,迅速引发网友热议 娱乐圈的明星给辱名曲小明都会加一个小字 包括小海豚、小糯米、小海绵、小猩猩等 胡哥的女儿自然也不例外 取名为小茉莉 此外,工作室还晒出了一张照片 上面写着,我是小茉莉 来这个世界已经一百天了 谢谢大家的关爱和祝福 能够看到,桌子上放着不少小礼品 很多包装盒都是粉色的 看上去十分可爱 不少网友都在评论区留言祝福 希望小茉莉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事实上,这些东西都是品牌赞助的 商家还出现在了评论区 但有网友却质疑 孩子百日发了祝福 孩子周岁,两岁是不是都要发呢 胡哥是演员 不应该靠作品说话 为何要用孩子来替商家打广告呢 前不久,胡哥做客某直播间 首次提到了女儿 很多好友都夸赞小茉莉非常乖巧 而胡哥也是妥妥的女儿奴 提到孩子时,全程都面带笑容 胡哥透露 第一次抱他就像抱一块豆腐 完全不感动 生怕一晃就给换坏了 有一次胡哥的在外拍戏 老婆给他发了小茉莉熟睡的照片 胡哥看到宝宝的脸后 当场就哭了起来 其实胡哥很早之前就在节目中说过 下一步的计划就是当爸爸 没想到这个愿望一下就实现了 据悉,胡哥与黄西宁于去年9月结婚 女房是福建人,两人年龄相差11岁 黄西宁长相不算漂亮 但比较有特点 早年曾戴过牙套 当时黄西宁的身份被扒出后 很多人都认为他配不上胡哥 不明白老胡为何最终选了个助理 黄西宁的家境一般 他一开始是学化妆的 团队里面对接一些明星的工作 久而久之就当上了胡哥的助理 两人都非常喜欢猫 粉丝透露,胡哥与黄西宁一猫结缘 众所周知,当初胡哥与薛佳宁有过一段感情 胡哥受伤时,薛佳宁放下工作 照顾了他整整一年的时间 但因为胡哥妈妈不同意 两人最终没能走到一起 如今胡哥突然闪婚 很多人都在替薛佳宁名不平 当然,这些都已经成为了过去事 希望薛佳宁能够过得幸福 不过,有细心的网友发现 这个名字竟然跟姚晨的二胎女儿撞车了 原来,姚晨在2016年生下女儿后 也给她取了小茉莉这个小名 难道这是巧合吗? 有网友调侃道 胡哥和姚晨都是紫薇星座的人 所以都喜欢茉莉花 小茉莉的国民度 紫薇星是锤了 胡哥和姚晨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当然,这些都是玩笑话 大家都是在开心的八卦而已 其实,胡哥和姚晨之间并没有什么关系 他们只是同行而已 胡哥的妻子是他的前经纪人黄西宁 两人相恋多年 一直低调恩爱 姚晨的老公是导演曹玉 两人在2018年结婚 也很甜蜜幸福 他们各自有助自己的家庭和事业 只是二在圈内碰面而已 所以,胡哥和姚晨的女儿同名小茉莉 只是一个有趣的巧合 并没有什么深层次的含义 我们只要祝福他们各自的家庭幸福美满 希望两个小茉莉都能健康快乐地成长就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